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中国股市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贸易战的阴影再次笼罩着中国市场 而近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却未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 让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 虽然9月底的刺激政策一度提振了股市 但随后的失望再度将市场推向低谷 专家们普遍认为 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将使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市场对中国政府可能推出的重磅刺激措施抱有期待 但有人担心这会成为杯水车星 而且可能未时已晚 根据分析 投资者应该关注那些以内需为主的企业 以降低贸易冲击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方对中国股市的前景看法不一 这使得市场的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究竟中国股市能否在动荡中逆势而上 还是会被外部因素拖累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场股市风暴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六度解析节目带来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讨论了中国股市在内忧外患下将面临的挑战 本期节目将详细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 并深入探讨中国股市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文章指出 中国政府最近的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 市场对这些措施的反应相对冷淡 同时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这位潜在的中美贸易战增添了新的变数 两项因素叠加 给中国股市的未来带来了沉重的阴影 在今年9月底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 以重振经济增长 这些举措层一度激发了市场信心 推动上证宗旨在短短6个交易日内 达到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随着后续刺激措施的乏力 这股乐观情绪迅速消退 股市出现下跌 另一方面 中美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 加剧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使得新一轮贸易战的风险愈加明显 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令中国股市前景堪忧 投资管理公司Nuvin的宏观信贷主管 Laura Cooper表示 尽管前期的刺激措施 曾让他们对中国股市保持乐观 但由于关税的不确定性 这种乐观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官员最近的举措 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 而未能解决其他重要问题 可能是因为政府在为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做好准备 如果中国政府宣布重大刺激措施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股市上涨 然而 有人担心这将是杯水车薪 且为时已晚 Nuvin 的 Cooper 认为 中国政府可能会等到明年第一季度才会采取行动 届时美国的态势将更加明朗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 在2025年之前 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担心这会导致人民期待政府提供类似福利国家的援助 这加上美国可能对中国企业施加更多限制 将对中国企业的利润和市值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投资组合经理建议关注国内需求强劲 基础稳健且出口依赖较少的中国公司 例如 随着经济重心从出口转向内需 家电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如旅游行业 可能是不错的长期投资选择 而在策略师Patrick Penn看来 短期内中国和香港市场可能会有所回调 龙澳的Homan Lee指出 内地散户投资者可能会发现在国内导向的行业中找到机会 如电动汽车和小巨人企业 及那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 投资香港或离岸市场上管理完善的公司可能更为稳妥 高盛的策略师认为 尽管目前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但随着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 经济增长风险将得到抵消 股市可能迎来复苏 他们继续看好国内A股市场 认为其提供了投资机会 尽管港股估值不高 但增长潜力有限 高盛建议关注中国本土市场 尤其是那些不易受贸易冲击影响的领域 投资者应将中国股票作为分散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但将其作为主要回报驱动力的难度较大 纵观整体形势 中国股市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迫下 面临的挑战显然不小 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未能有效激活市场 而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 未来中国政府如何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中找到平衡 是决定股市走向的重要因素 以上是今天六度解析节目 对中国股市面临的内外挑战的详细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篇文章非常清晰地刻画了 中国股市在内忧外患中面临的复杂局面 对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 虽然有积极的反应 但在实际效果上 似乎并未达到预期 令人失望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种摇摆不定的刺激措施 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使得投资者在短暂的乐观之后 又陷入了担忧 这种情况 要求中国决策者 在措施制定上 更加果断和有效 才能真正提振市场信心 另一方面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无疑给中美关系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贸易政策的变数 可能再次引发贸易战 令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 这种外部的风险因素 是中国股市难以单独化解的 凸显了国际政治对全球市场的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参与者必须更加谨慎 关注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尽管当前形势充满挑战 但一些投资策略师 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长期潜力 文章提到 香港和离岸市场的公司 由于管理较为完善 或许是外资投资者的良好选择 同时 中国的内需市场 也显示出较大的潜力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 关注国内需求的行业 如消费品制造和服务业 可能会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这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最后 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有可能在未来 加大经济支持力度 以应对增长风险 高盛的策略师 对此持乐观态度 认为官方举措 能够提振股市 对投资者而言 抓住这些政策窗口期 尤其是在A股市场布局 是一种较为稳健的策略 然而 正如龙奥的力所言 中国股票能否成为投资组合的主要回报驱动力 还需要看到政策与市场的进一步互动 这种分析和预测提醒我们 金融市场不仅需要应对具体的经济挑战 还必须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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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